谁还记得是谁线索 永远的爱我 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 以后的伤口 过了太久没人记得 当初那些温柔 我和你手牵手 说要一起走到最后 我们都忘了 这条路走了多久 心中是清楚的 有一天 有一天都会停的 让时间说真话 虽然我也害怕 在天黑了以后 我们都不知道 会不会有以后 谁还记得是谁线索 永远的爱我 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 以后的伤口 过了太久没人记得 但初那些温柔 我和你手牵手 说要一起走到最后 谢谢 谢谢 好 这一组的踢馆赛呢 刚刚Kimberly一唱完 边平线要上场 今天说 真的才15岁吗 好厉害 我觉得边平线 可以跟她学很多东西 包括像 比如说Kimberly要唱那个 比较骄傲 有自信的女生 我一开始就看到她这样子 她侧面根本就是这样 她一直揉身体 揉肩膀 她没有在怕 然后就只是站着 可是她会有很多的脖子的表情 或肢体动作 那你也是站着 可是就是肉毒感菌 打太多 真的有很多 待会我们跟她慢慢讨教 我们先请 平线老师讲评 小胖老师 平线在唱的时候 我们有讨论 小林跟我都觉得 你其实是有进步的 声音的稳定性也好 台风 各种唱法技巧 你都有一些明显的进步 我只能说 你们这一班真的蛮倒霉 这应该是历届 PK选手最强的一届了 所以你们先要有心理准备 是 没关系 也当做学习 马上来看 Kimberley的分数 请评审按登 金百利小姐 Kimberley Chan得到的分数是 21 24 24 24分 好 非常高的分数 谢谢 接下来是边平线的分数 请评审按登 边平线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 16 17 18 19 20 也不低的分数 衰败犹荣 是 品源老师 你给边平线满分 最大的原因是 你跟我一样都有品 喂 缺是双鱼座又品 姓黄的也可以 还有台中人 就光是你姓边 你都有资格进入演艺圈 因为 缺编的 缺编的 补一下演艺圈 说实在的 边平线他中低音很迷人 没想到他唱到高音的时候 也让我吓一跳 真的很棒 唯一只有一句 以前的一句话这里没唱好 其他的都非常完美 近乎完美 非常好 陳小姐 我觉得你比其他的 哥哥 姐姐 参赛者 更享受这个舞台 我觉得你是最享受的 今天两位表现都不错 但是你还是要谢谢 Kimberly小妹妹 在这边两位握手 谢谢 兩位先都休息一下